好了我们到七点钟了哈 我们要正式开始去上我们的日系例会的课程了 那首先的话呢 我还是先测试一下我这边的声音跟画面哈 没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随便刷一个弹幕哈 然后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话呢 就是由我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上过我的课哈 像有些同学在日系这个阶段 有去排到我的班的话呢 可能就跟过我一段时间 然后其他老师 其他同学可能是跟的其他的一些老师嘛 然后我先简单的去做一下自我介绍哈 我叫伊佑 然后呢是这一个板块 例会这个板块的一个主角老师 那首先的话呢 要欢迎你们哈 来到我们的这一个板块进行学习 其实去开这样的一个例会课程 它的一个意义的话呢 其实就是想让大家 对整个的一个市场上很流行的一个日系风格 能够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 并且呢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去丰富我们的一个作品集 那么大家去来到插画学院 想去学习我们的这个板会 或多或少 可能都是想要以后去增强一下自己的竞争力 在以后去找工作 或者是说去找一些兼职啊 接单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能够有个更大的一个竞争力 对吧 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程开设给大家 就是为了让大家多去画练习啊 多去丰富自己的一个作品 因为一般往往来讲的话呢 你单一的一个作品 可能是很难在众人里面去出彩的 像你们之前可能学到的一些模块 更多的是去让大家去练习什么头像 呃半身等等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那他完整的一个人物画面的话 尤其是高精度的一个例会作品 可能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这个板块 就是对之前的一些绘画的内容进行一个补充 好那首先的话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课程导学的一个部分哈 呃这个东西你们可能应该也是比较熟了 但是我要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课和其他的这些课的一些区别 咱们的这个课程的话呢 它是一个选修课和我们的正课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哈 那选修课的话呢 我们就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学习群给大家啊 可能大家就是呃来自不同的一个板块对吧 可能有些同学就是已经全面都学完了 然后才来到我们这里 然后有些同学的话 他可能是呃刚刚接触到基础的一个板块 然后呢感兴趣想来听一听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就没有把大家就是集中在一起了 但是虽然是选修课 我们还是有作业通道的 也就是说哎看一下我们官网的这个课程 来看一下啊在第二页 我们是有什么直播改话课的看到了吧啊 大概呢就是呃两周一节啊一周一节的这个样子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呃画了练习的话 一定要交到我们的作业通道上去哈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 是呃一个课题开一个作业通道 就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课的话 是交到咱们的例会图形设计对吧 然后呢分了上下就分了一和二这两个部分 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 就是在第二个这里会去开一个作业通道 也就是说下一节课会去给大家开作业通道 但是不代表是说我们这节课没有开作业通道的话 就没有作业了哈 大家依旧是可以下来去多去画你们的这个练习 也根据我们课堂上的案例也好 或者是你们去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画自己的这个练习 都是ok的哈 呃总之就是不要懈怠了你的这个练习的量哈 因为画画这个东西的话 它不是说你听了多少 你知道多少知识 你就一定能画的好的 它是一个手和呃脑子要同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一定要下来多去做练习哈 我们直播改画课的时间还是比较充足的哈 充足的我们一共有两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可以去进行一个呃画面上的一个问题的讲解 并且呢呃像我们这个课可能前期来的同学会比较少嘛 所以呢你看像大课的话 他可能呃一起上课六七十个人 甚至啊一百多个两百多个人 对吧 但是呢我们到这一个小课的话呢 可能就呃几十个人 就是瞬间少很多 所以那么你们再去教作业 交上来的时候呢 被老师改到并且呢 再给你讲的这个时间就会更多一点 所以大家哈就是呃 就是这个性价比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呢就是尽量是说 画了练习一定要交上来哈 好然后包括是说呃平时啊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 学校老师联系到我啊 我叫一友 你们就跟那个学校老师说 找又老师问这个问题 然后我会就是回复给学校老师 然后再传达给你的 好吧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个阶段的话 一共是有二十节课程 那么主要的话呢 就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 人物历会的一个设计的课程 为课题 那么和之前相比较的话 它更加重要的一个侧重点 就是在于我们的设计 这两个词上面哈 设计这两个词 他们它的话呢 和我们呃之前的一些日系课程 或者说古风课程 那些阶段的话 更多的是去跟大家讲一些 如何去刻画 对吧 如何去提升你的画面完成度 但是我们这里呢 去学设计啊 就和就是去学刻画的话 就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 像刻画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呃你画面啊 画的很精细 把素描关系整整得特别正确 那么就可以了 但是它和我们的设计的话 是完全不相关的哈 设计这个东西是让你的整个画面啊 它的这个呃就是衣服的裁件呀 包括衣服的一些小亮点的一些配比呀 让你的整个画面更出彩 是内容上的一个东西哈 所以呢这里我们要去和之前那些课程 进行一些区别性 好然后最最后关于这个作业哈 就是大家去保存这样的一个 勾批记的格式 图片的一个格式 然后交到咱们的这个官网就可以了哈 好那么就是我们课前 要去跟大家唠一下的一些东西哈 呃基本上就是第一节课的时候 会去跟大家讲的比较细 然后我们后面的话 就不会再去跟大家唠一些 可能你们已经比较清楚的一些点了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一节课 会涉及到的一些内容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来讲一讲 例会的这个定义 包括你们可能在哪一些领域 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呃 画的一个内容 那么像例会的话 你们之前在学日系课程的时候 或者说别的一些课程 肯定是有讲过 它的一个绘画的内容的 那么我们还是要去对它 进行一个回顾 另外的话呢 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好看的设计 去进行一个定义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设计 它才是比较受市场欢迎 比较优秀的一个商业化的设计哈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一个项目风格的一个呃介绍啊 那有些同学可能对 这个游戏行业比较感兴趣 对吧 那我们就会去跟大家讲一讲 现在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些风格 到底是有哪些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绘画演练了哈 进行一个这个设计的一个练习 包括是说我们平时怎么去练习设计 这样的一个课题 对吧 我们也会去讲到 好 那就先来看到咱们的这个 第一个板块 呃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 是上了中途会稍微去休息一下哈 这样的话会给你们一个缓冲的时间 包括是说你们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休息的那个时候提出来 首先的话 我们就要搞明白哈 到底什么是例会 呃之前的话 在日系的板块里面有一些相关的一个知识点的介绍 但是呢 还是要在这里再去跟大家进行一个强调哈 就咱们的这个例会的话呢 它指的是我们单个人物设定的展示 那现在的话呢 经常在游戏以及像动漫人物的设计里面会看到 但是呢 你不能把这个例会哈 它和我们的一些人物全身图不能去画等号的 也就是说例会这个东西 你不能等于人物全身 因为例会的话 它是更多的是去展现我们的一个人物设计 它能够把衣服上的一些设计的细节 包括上设计上的一些小亮点 去给它展现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才是一个合格的例会 那像有一些 就是其他的一些全身的这种动图 你看像这张图 那么它的话呢 可能会因为有动作的原因 透视的原因等等 那么它会对人物去进行一些遮挡 那这样的话 你想想看 我们这个例会设计做出来的一个目的是干嘛的 难道就只是让这个人物就立在这吗 肯定不是啊 我们要对后期的这个例会去 对它进行一个建模的工作 或者是说由它衍生出一些插画的一些作品 比如说像你们平时玩游戏 玩什么王者荣耀 玩原神啊等等等等 什么绝战平安精等等 对吧 那你在出了这样的某个游戏里面的皮肤之后 如果说我就特别干巴的啊 去把这个人物放在你面前 对吧 就像一个僵硬的木偶人一样摆在你面前 你会觉得就是说 你可能也是会觉得它很好看 但是你不会觉得它很灵动 就是马上有一种啊 我好喜欢 我好想买的这样的一个欲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这样的一个例会我们给它设计出来 最终的一个目的是要去进行一个商业变现的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建模 包括美宣海报等等等等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说 哎 你画个例会结果画成了这样啊 整个人物都背对了过去 你能看得清楚他这个正面人物的细节吗 你是不是看不到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去进行一个后期的工作的时候 哎 就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些影响啊 可能建模师 或者说海报的那些美宣插画师 他就会来揍你 对吧 你这个做个设计 设计都没画明白 根本就看不清楚你这件衣服的一个走向 那你这还怎么往下去延展工作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去画例会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选择这样的一个 能够把你人物的全身去给它展现的 很明白的一种人物的这个动作 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好 那我们在对这个例会有了一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就是我们在这个例会 哎 学完了之后呢 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范畴 可能会用到 好 那么市场上你们估计多多少少都有去了解一些嘛 就尤其是像我的一些老学员们 对吧 呃 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职业哈 都快说烂了的 比如说像原画设计这一块 那这里的话呢 可能有些同学他会有一些误区哈 会把这个原画 和后图 去画一个等号 啊 你就就就会觉得哎 我一说原话 我就会马上就说啊 是不是那种特别写实的人物啊 然后那种特别偏美型的那种人物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哈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小白方面的一个误区哈 啊 这里绝对不行啊 这两个东西是完全是两个领域上的一个点 那么原画的话呢 它其实是指的角色本身的造型设计啊 这里给大家写一下哈 不要在上了咱们的设计课程之后 你还把这个原画和后图画成等号啊 你这个就上了就没有没有听到点子上哈 它指的是我们本身角色的造型设计 它的重点在哪里 是在它后面这个设计上面 对不对 那么后图它是什么啊 它是个绘画的技法 对不对 那你能说这个设计等于绘画技法吗 是不是就是完全就是两个领域上的一个东西 你可以用后图的绘画技法去画设计 你也可以用平图的绘画技法去画设计 你也甚至可以用RX的那种色块风格去画 这些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两个东西完全就是两个领域的不同的一些点哈 但有些同学一想到 这个原画设计角色设计就马上会想着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绘画后图之后 我才能去画原画 这是特别大的一个误区哈 那我们既然已经开始了 咱们设计这个领域设计这个板块的一个课程之后 就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误区去给它扔掉 就不要再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了哈 那普遍来讲的话呢 像游戏公司的一个原画工作 它的工资会比较高一点 当然你们也知道哈 工资高的话它怎么样 难度是不是就会比较大 所以对于一些小白同学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去入手一些 更加好入门一点的那种工作 就比如说像文创的一些公司 就比如说像这种 你们有没有同学平时去搞什么纸胶带呀 文章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偏文艺份的一些东西呀 有吗 有是吧 对吧 那你看你们平时买的那些纸胶带 它是不是就是有一些这样人物的一些全身 然后可能有一些人物的半身 然后再加一些小元素 像什么窗户呀 花呀 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 还有小动物 对吧 然后呢 它去构成了你这样的一卷胶带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就出现了咱们人物利会这样的一个需求了 但这种项目的话呢 它大多数来讲会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去用一些平图的一个技法 我们就可以去给它画出来 就除了像这张图之外 你们都可以去像在这个花瓣里面 你们去搜一下 就直接搜那个纸胶带 对吧 你看像这种 你看它这种哈 就是完全也是一个色块的一个风格 平图的一个风格 但这个显得有点花哨 还找一个清楚一点的 像这种 对吧 这个你看着你就不会觉得很难了 是不是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线条的风格 然后加上一个色块去铺底色 然后呢 阴影啊 这些全部都是由 三角形的一个色块去构成的 也没有是说 涉及到什么特别难的技法 对吧 那你说它能算作是一个利会设计的项目吗 肯定算呀 对不对 你也像它人物的这些 小的一些配饰 它这些小的一些亮点 服装的一些裁剪 它都是属于我们利会设计的一部分 你所以你不要把这个设计这个东西 包括原画这个东西 想的过于高大上 给自己设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门槛 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高不可攀一样 其实不是这样的 像这种纸交代的一个领域的话 如果你们想要去设计到的话呢 像我平时我会逛小红书嘛 然后包括我自己也会去发一些小红书的这个账号啊 动态啊之类的嘛 你们就可以去去搜哈 就是搜一下那种纸交代 搞 搞件 它就会弹出一些 因为现在做文创的话 一些这种小的工作室还是比较多的嘛 然后呢 它就会去搜 搜索一些就是能画这种利会设计 然后人物全身 然后包括一些小元素这样的一些画师 如果是说你有一个就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作品的话 你就可以去进行一个投稿 那么你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可能兼职上的一些工作 当然也可以是说你就去找一些文创公司嘛 这个就相当于是去做班了 这种的话就是一些零散的一些兼职 然后像文创公司的话 你就是去做班 公司有什么需求你就去画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包括像有一些那种广告公司那边 它也会出一些相关的利牌 或者说人物的一些周边海报啊 人物全身图啊等等等等 这种的话你就可以去微博搜一下 那么它的话呢 风格也是多以一个日系的评图风为主 难度来讲的话也是比较低的 就你看它的这些人物的一些设计 它都是就是比较偏日常像的嘛 它也没有涉及到说像游戏里面那样 什么机甲呀武器呀对吧 所以这个的这个门槛 它是相对来说会低一点 然后再来 这一个 这两个 这一个和这一个 我都是就是放在前面吧 因为都是大家比较能够垫一垫脚 就能够接触到的一个领域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一个社圈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混社圈的 虽然这个圈子 可能有一些画正统绘画 传统分化的人会有一点看不上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就是你虽然看不上它 但是它来钱快呀 对不对 它来钱快 并且门槛低呀 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一张图 这样的一张图 可能在一些游戏公司的一些 那种原划设计师眼里面 可能会觉得它就是那种 华丽的元素的一些堆砌 甚至会觉得有一点鄙夷 那种感觉 就是会有那种奇怪的鄙视链 但是你知道吗 这样的一件 一个人设稿 它叫人设稿 它的一个最终成交的一个价格 起码是在四位数往上走 所以就就是 而且它是就是私稿 它是私人用的 它还不是商稿 它的价格就已经到四位数 明白吧 所以呢 就是这个圈子的话呢 就是社圈这个东西哈 你们可以去下一个什么半次元啊 Loft啊 这种小的一个这种软件哈 然后呢 你们就可以去看一看 它们目前流行的一些风格 然后包括它们目前流行的一些元素哈 那么这种风格的话 它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洛莉塔的一个造型会偏多一点 然后就像那种小裙子 然后包括一些那种可爱的一些元素 华丽的一些元素 它的话呢 就是像一些可爱的那种元素呢 去给它进行一个重复的使用 给它堆堆叠在一起 然后呢 你去把画面的颜色呢 安排的再好看一点 基本上就能够比较好出效果了哈 所以才讲的话呢 它是一个入门的门槛比较低 并且呢对新手比较友好的一个 我们可以就是画了立会之后去发展的一个方向哈 所以这些大家都是可以去参考的一些方向 一些方向点 好吧 然后包括是说有一些那种 洛莉塔的服装品牌 它也会去收一些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稿件 就出一些什么丙图啊之类的哈 所以这些的话 你们都可以去就是搜一搜 那像那种服装的话 你可以在淘宝上面去搜哈 然后最后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一会儿会去跟大家重点讲到的 一个商业化的游戏例会的一些项目 这样的一个风格的话 它是一个最主流 并且来讲的话呢 也是你们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更多的 当然它也是难度会稍微大 那么一点点 难度越大 你作品越厉害 工资就会越高 就是收入也会越多 好 那我们基本上课前要跟大家讲到的一个东西 就到这里了 简单的去跟大家说了一下 我们课程的一些内容 对吧 跟我们之前那些课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然后呢 我们讲了一下这个立会的一个定义 你不要在那儿学了半天 对吧 我们都不知道立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它指的是展现人物全身 并且呢 以设计为主 哎 以它的一个设计亮点为主的一个人物全身图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讲了一下我们的这个 可能会应用到的一些范畴 好 那我们课前的那个内容就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讲一下 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图形设计啊 立会图形设计 首先 我们要哎 要问一下大家哈 你们觉得一个好的一个设计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啊 问一问啊 大家来想一想啊 看回放的同学也想一想 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在你这里啊 你觉得它是好的 你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样的 或者是说啊 我下面这三张图 啊 你看看啊 这三张图 风格各不相同 对吧 有大姐姐类型的啊 然后还有那种 对吧 大叔 然后还有这种 这种人物风格的啊 地主风的 你们觉得这三张图 哪一张图在你们这里是比较厉害啊 你觉得比较好的设计 大多数同学都会觉得 哎 如果说让我来选的话 哎 我喜欢这个 对不对 啊 是不是 是不是会有大多数同学会 比较倾向于这样的一个人物 哎 我的这个 光标呢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哈 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就是有看过第二张图啊 可能有很多同学会嫌弃这样 这张一个人物的一个设计啊 就觉得 怎么怎么搞得跟那个爆发户一样啊 这是台湾蓝月 你们知道吧 当时网上还流行了那个梗啊 那个 那个谁来着 哪个明星就念那个台湾蓝月的广告词 然后因为是港谱嘛 所以念出来特别好笑 而且当时有很多人去吐槽 他的那个设计 就觉得很土 就全部都是那种土豪精 然后呢 一些华丽元素的一个堆砌 然后包括像 这个欢乐斗地主 是不是也是 很少有同学会觉得啊 这个一看就觉得他很厉害啊 或说怎么怎么样的一种设计 你会觉得有点嫌弃 就觉得还有一点土 对吧 但是你可以说 你能说这两张图啊 这两种设计 它就不是好的设计了吗 你能这样想吗 能这样想吗 是不是不能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他挣钱啊 对吧 我们这件课前是不是跟大家讲到了 我们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是商业变现 对不对 那我们的目的是要挣钱 是要我们的这个目标群众去掏钱 那你能说 你能说就是 有一些男生 对吧 他难道不喜欢这样的一个 哇 这种黄金的 金属物件的这种铠甲类的设计 肯定有男生喜欢 肯定也有女生喜欢 也肯定会有一大部分人会特别吃这种风格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设计它是干嘛的 它是服务于我们的产品的 设计这个东西 它要和你的项目风格去挂钩 对吧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种铠甲风非常的厉害 但你如果是说 你把这样的一个铠甲风 你放到这样的一个贪玩蓝月 这样的一个项目里面 那它就不算做是一个合格的设计了 它可能在一些别的一个 就比如说像明日方舟这样的一个项目里面 它是非常优秀 它是非常好的 但是它的这个风格 对于台湾蓝月这样的一个项目来讲的话 它是怎么样 不符合定位的 所以一个好的设计 好的设计的一个定义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点题了 是符合产品定位的设计 都是好的设计 明白了吧 这里给大家写一下 只要是能够满足我们的项目需求的 能有进行一个商业变现的 都是一个好的设计 就有些同学 它会陷入到一个误区里面 就觉得 老板喜欢的东西好土 老板喜欢怎么就喜欢那种 花花绿绿的 这个 这不是让我去画这种东西 不就掉价吗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在这里 但其实呢 你要换一个角度想 这个老板他是干嘛的 是掏钱的 对吧 给你钱的 那你这钱能拿到 这不就对了吗 对吧 你难不成你还要为爱发电吗 你要是自己爽了 去画自己想画的东西 结果你的目标群众 根本就不买账 那你这 这不就就是有点离谱了 就有点为爱发电的那种感觉了 所以大家在去画设计的时候呢 不要太过多的去纠结 就是有没有符合自己的一个审美的定位 而是说你要更多的去考虑 它的一个项目的风格 就就比如说像 我刚给大家举到的一些 就是这种 不同的圈子里面 一些例会里面的一些应用吗 那你像 就比如说像这张图的一个设计 这张图的 这张图的一个设计 它可能在社圈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吸引人 非常火爆 非常耐心的一个 这种例会设计 它就会很赚钱 但是你如果说把它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你去放在游戏里面去 它就瞬间就可能 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设计了 就是因为两个圈子 它对一个优秀设计的一个需求量 它是不一样的 明白了吧 好吧 好 那这里的话呢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来刷一波 一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设计 我们到底要在哪一些方面去注意 去给大家进行一个延伸 因为这个好的这个设计的话 它也是需要非常多的一些方面 我们去支撑的 那么这里的话呢 给大家大概罗列了八个 立会设计所需要去包含的一些内容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 就是在你去玩不同的游戏 看不同的一些人物形象的时候 你的这个感受 它是截然不同的 在你面前展开的这个游戏世界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它就和你的这个画风 和你的这个设计侧重点 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哈 虽然一般来讲一个好的一个设计 它是这八个里面 它可能都会 都会就是有有去达到 但是它绝对是会有一个侧重点的 不太可能会出现那种 六边形战式的一个情况哈 那不同的一些项目 它可能就是风格上会迥然不同 就比如说比较火爆的 明日方舟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么有没有同学玩过明日方舟啊 问一下啊 它有没有一个建模 有没有一个就是 像元神那样的一个 全身人物的建模 就是那种一平一笑 然后呢一动 你的那个手柄还可以去控制它 这样的一个建模 是不是没有 对吧 它就是一个那个 那种防守类的 然后呢最多不过就是有一个那种小人啊 就是然后呢 在那个站台上面抖一抖 抖一抖 就最多不过动作也就是那样了 所以它是怎么样 它不需要一个全景式的建模 它没有全景式的建模 没有全景式的建模 所以这个时候啊 它就可以去设计非常多的一些复杂点啊 设计非常多的一些小元素 在它的这个人物的衣服上面 你看看像明日方舟这种人物 这个这个设计的一个项目 它的这些就是小的一些衣服的点啊 是非常多的 你看像它这里 还去加一些这种小的一个 像鱼一样的一个小图形在这里 然后呢这边呢 又去加一些什么小三角啊 然后这边又加一些什么 像那种领结一样的东西 对吧 它的一些小的设计点是非常多的 但是呢 它的细节多不等于花哨 它的剪影 它的造型是非常明确的 对吧 那我们再去画好这样的一个层次丰富的一个设计的时候 就一定要去注意把控好它的组合搭配 我们的设计点都是在为视觉中心所服务的 你看像我们去看这个例会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不自觉的往这个人物的上半身啊 以及它的这个脸上面去看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什么 它的整个的一个人物设计比较复杂的点 都是集中在我们人物的上半身中间这一块 以及我们的这个脸和头部这一块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样的达到一个目的是干嘛 就是去强调视觉中心点 明白了吧 当然这个也要说回来哈 就是 它是因为没有一个全景式的一个建模 所以才能够是说加 你看像这个人物 对吧 加加这么多的一个小设计点在这里面 就弄得密密麻麻的 特别复杂 就很丰富嘛 呃 就是因为没有建模的原因 那如果是说你需要 就是去像原神那样去做一个全景式建模的话 你就不能这样搞了 这建模是会揍你的 他会 就是每一个人就是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那个设备的内存都是有限的嘛 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的那个手机 然后呢 去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人物上面的东西又特别的繁复 这得卡着什么样子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呃 再强调一下 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你要走的那个人物的方向点 去选择到底要呃 化繁为简 还是说呃 去给他做很多的一些小设计点在这里哈 好 那我们再说回来 你看啊 像明日方舟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里面的话 在我们刚刚罗列出来的这八个点里面啊 他的这个呃 弯轮 彩剪剪 小细节 世界观 然后呢 人体脸蛋 整体完整度 趣味性和颜色 这里面的话 他其实更加强调的是他的 彩剪 以及 以及 小细节 放下来一点 还有完成度 啊 你就会发现啊 他的整个画面的例会都是非常的精致且丰富的啊 当然不是所有的这个游戏的一个复杂程度都这么高哈 就比如说 像这个永远的七十之都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啊 他的话 你看 这个这个相对比是不是叫 感觉哎 没有出现像刚刚明日方舟那样 密密麻麻的那个小设计点那么多了 对不对 就是他和明日方舟的话 虽然都是一个现代的风格 但是呢 因为他需要建模啊 那如果说 像我刚才讲的啊 这个建模你要加特别多的一个细节和特效的话 这个对于建模式来讲 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种折磨 而且游戏运营起来也会非常的卡 卡到崩溃的那种 所以我们在人物的一个设计上面 他就会更加的偏向紧洁一点 并且呢 他的这个复杂程度就不会再像明日方舟那么高了 然后因为他呢 稍微是带了有一点点那种西方的一个元素 所以呢 就会又有一点点那种机能风的一个感觉 所以其实来讲的话 虽然明日之都和 啊什么明日之都 其实之都和明日方舟 他都是这个现代机甲风的 但是很明显他给人的这种感觉是与众不同的 啊 像刚刚的这个的话 他会更加的偏向于一个废土风格一点 啊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 他就会更加的偏向于一个科技感 和机能的机能的那种感觉会更加强烈一点 那这些的话都是有呃不同的元素 以及 繁杂的 繁复的 繁琐的一个程度所带来的一个变化 哈 那么像他的话呢 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八个点里面 更加强调的就是一个 剪材 剪材 材字 剪材 以及我们的趣味性 这个所谓趣味性哈 就比如说像他的这些武器 你看他的这些武器 对吧 就是加了一些这种发光的一个特效 是不是瞬间就会觉得 哎 有 有那种看点 就感觉很炫酷的那种感觉 像这个人物啊 他的这个手 这种机械手臂 这是不是也是瞬间就觉得 哎 马上就被这种亮点所吸引到 你就会脑子里面会不自觉的去想象 这个人物去进行一个攻击的时候 他会产生出来的一些 那种特效 炸力的一种感觉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感觉就是那种游戏 哎 你会觉得他很好玩 你想要去尝试一下 这个就叫做趣味性 明白了吧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就又是另外一种大的风格了 以我们的山海进花和阴阳师 这两种游戏项目 为龙头的 一种风格啊 一种风格啊 就是我们的和风 这个在日系的风格里面是避不开的 那么他的话 整体的一个设计他这种趣味性的一个表现就会更高一点 因为他就是不同于其他的两款吧 就现在的一个和风游戏的话 如果说你在衣服的这种设计上 他会你设计的就是过于单调 或者说过于传统的话 他是很难让观众有那种想玩下去的一个欲望的 就有些同学一想到去设计一些 像就不仅是和风化 就可能去想一些什么古风啊 中国风啊 等等等等 就只要和传统风格相关联的一些风格的时候 他就会陷入一种误区 就会想着我就要去把这种传统的风格去给他 遵循传统就给他表现出来 但其实你要想到啊 就是像传统的一些东西 大家都其实都已经比较 就是怎么说呢 看的比较多了 那你要去做到一个眼前一亮的话 你是不是就要去画一些 或者说设计一些 跟我们平时看到一些东西 与众不同的一些东西 啊 所以呢 就是就毕竟啊 就有游戏 有些时候他是作为一个 让玩家在这种游戏风格里面 去做一些 现实生活中 难以去看到 或者说做到的一些世界的那种平台 啊就比如说穿一些 起装衣服啊等等等等 那如果说你设计出来的这种游戏角色 他每天就啊 T恤春山牛仔裤的啊 和大家平时穿的都一模一样 而且颜色也没有什么跳脱的 那你肯定也会觉得他非常的无聊 对不对 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那种特别无趣的一个花样的那种游戏 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肯定也不会想去玩 所以在设计这样的一个和风类的一个游戏的 这种例会设计的时候 我们要在设计方面有趣的同时 他的这个色彩 我们要去给他做的相对于说去给他丰富一点 就比如说啊 像这个人物 像他这里啊 整个的头部这一块 颜色至少就是渐变色度至少有三种 你还不要说他有非常多的一些点缀色了 然后还有像这种阴阳师 像一样是他这里的图的话也是啊 有非常多的一个点缀色 所以说啊 就能够凸显出他这种整个人物的一个特点 就能让这个画面显得没有那么单调哈 不过这种设计的话 他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点的 就是在花哨的同时 我们要怎么去凸显人物的一个特点以及气质 因为游戏的世界观和故事 都是比较庞大的 那要是把这样的一个大世界观 给他支撑起来的话 我们还是要有一点人物的一个真实性 真实性 那如果是说这个人物的设计 他很难让你去带入情感的话 很难有共鸣的话 那你这个项目估计得量 包括是说他的这个配色的一个问题 如何在保证色相种类多的一个同时 我们还让这个画面呢 不会显得乱啊 比较的有秩序 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那像配色这样的一个大的板块的话 我们会在后面的一些课程里面 去给大家进行讲解哈 其实历绘的这个配色思路的话 和大家之前学习到的一些插画的一个配色 画面的一个配色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就会单独的去拿一节课来跟大家讲 好 那总结一下的话 像这种和风类的一个设计 它的一个侧重点就是我们的趣味性 加世界观 当然世界观的话 这个要和和那个策划有关系哈 然后真实性 大概是这三个点 然后还有一种哈 还有一种比较有特点的一个风格 就是像凹凸世界这种 这个 这个这是一个动漫哈 他不是 当然他也后面出了游戏哈 只是说他刚开始出的时候是动漫火起来的 然后后面火了之后就延伸着去出了一些游戏 这样的一个东西哈 那像凹凸世界这种的话 基本上如果说你去有看过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话 你会发现他给人的一种 印象 其实都是还是比较深刻的 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锚点就非常的明确啊 锚点 锚点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记忆点哈 呃 他会把所有的一个角色去进行一个几何化 啊 你看像他的话呃 这种所有的一个头发都是用比较锐利的一个三角形去进行概括的 他就不再像其他的那种传统的一个画面风格呃 他还会对基本的一个图形去进行一些变形处理 那他的话就是用最基础最原始啊 最为纯粹的一种形状来给你进行一个展现 那这种特别原始的一个图形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他给人带来的一个视觉冲击力是最为明显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就算看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 但其实呢 还是要去对基本的图形的一个情感去进行一个呃 非常大的一个了解啊 那如果其实你想要把画的特色的话 还要去注意到他的一些排列组合啊 去以及去突出一些人物的一个特性和自我的一个设定 那像颜色这一块的话也要去 对他进行一个色彩情感的一个倾向性的一个选择 那就比如说像这个这个角色啊 叫加德罗斯 那这个角色的话 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嚣张化的一个呃 人物嘛 他的性格哈 所以呢 他整体的一个人物颜色都是以那种比较跳脱的明黄色为主 你看像这种特别明艳的一个颜色 他就能够特别直白的去感受到他比较鲜明的一个性格 对吧 就很耀眼 很突出 所以颜色和几何化的一个锚点 我们去打配合的话 就能够一下子去突出我们的一个人物性格 所以呢 就是这种风格的话 他就是更加注重的就是一个颜色啊 加去味性 加我们的裁剪 啊 剪裁 裁剪啊 一样的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熟悉的游戏风格 我们去做参照之后哈 大家其实应该对这个立会的设计就会有一些粗略的一些了解了哈 那这一块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刷一波一 当然哈 其实我们画立会这个设计的话 他也是有一个步骤的啊 不是说让你一开始就刷刷刷的往上面去画这个人物动态 然后往上面去扔衣服哈 而是说我们要先去画他的三式图 三式图 我们之后也是会去画这样的一个东西的 三式图他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你的正面设计啊 人物正面设计 加你的侧面设计 加你的背面设计 通过这几个方向去把你的这个设定呢 给他完全的展现出来 然后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完全展现之后呢 你再去画 人物的这个普通立会 或者说是金二立会 或者说是插画哈 就比如说像这里 像这里 那这个地方 对吧 他这里就是人物的这个设计的话 这里是他的这个正面的 然后这里是他的侧面的 然后这边是他的这个背面的 背面的话 他做了三种不同的一个设计嘛 所以呢 就会就把这三种不同的一个样式都给他放在这里了 当然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 你看人物的大概的一个设定之后呢 再去出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呃 带一些动作的 比如说带一些这种大动作的一些人物的一个例会图哈 或者说是金二的一个例会 呃 金二这个例会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个词哈 其实金二例会这个说法 他最早是从呃 明日方舟这个游戏出来的啊 他和普通例会是有一些区别的 就比如说呃 他呢 金二例会他是指带动态 以及小场景的一个例会 他会怎么样啊 更加复杂一点 会更加复杂一点 那么像普通例会的话呢 就稍微去给他带有一点点动态就可以了 就两者的精度哈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都是要先去画设计 啊 有这个设计之后呢 再以设计为蓝本 再去制作一些别的图 就是千万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去做一些动态角度特别复杂的图啊 并且呢 我们的这个例会的一个设计正重重点啊 它的重点是在整体的一个造型上面 而不是说一些脸部的特写啊 所以大家再去画的时候千万不要陷入到一个这种刻画脸部的一个怪圈里面 我们往往都是先以剪影去起手 然后呢 再去通过色块去概括人物的一些造型 从小到大去分析 先从整体入手 好吧 然后呢 这里啊 就再说一下 就我们这里讲了这么多 对吧 你就会发现我们每次在讲的时候都怎么样 都会一直说这个裁剪很重要 外轮廓很重要 剪影很重要 对吧 那我们这个剪影到底要怎么去画 它才能够算作是比较好的呢 啊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整体的这个剪影图形哈 它其实是要根据你的角色的职业 以及气质的特点去判定的 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些图形 给人带来的一种那种比较常规的一些印象 去进行一个画面的规划 就比如说像三角形 啊 那像三角形这样的一个图形的话 三角形这样一个图形 呃 它一般来讲的话 给人的感觉都是会比较的锋利 对不对 啊 你看三角形这样的一个图形 有棱有角的 啊 三个这种角的那种感觉 就会给人一种比较锋利的一个感觉 所以那么 啊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一个划分哈 就一般来讲 我们去 就是那种 如果说你要画那种 整体剪影比较偏锐利一点的三角形的话 它可能给人能感受就是比较的 就是优雅 啊 因为会显得比较高挑嘛 优雅 啊 比较神秘 或者说比较危险 感觉就是威 那种攻击性比较强的那种感觉 好 然后像那种直角三角形 它一般来讲的话 它就跟那种特别锐利的三角形相比起来 它就会相对于来说就温和一点 它会更加偏向于那种 呃 法师的那种感受 就是职业上来讲哈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呃 边缘比较圆的那种三角形的话 就不是那种 不是特别尖尖锐的那种三角形 它一般就会给人带来稍微偏可爱一点点 就是有攻击性 但是会更加的偏可爱一点 这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其实呃我们再去进行一个人物剪影轮廓的一个概括 给它偏向特别像三角形的话 它的职业往往来讲都是像魔法师这样的一个类型 哈 你看像法师的话 你看很多游戏项目 它都会去把那种法师的袍子啊 衣服啊 这些还有托尾啊 这些给它做的比较长嘛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哈 它整体这样下来 对吧 都是那种比较偏向于一个这种三角形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呢 你们就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规律去判定哈 就比如说你在后期去画一个设计的时候 你想要去画一个魔法师啊 法师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你在去设定它的整体人物裁定的时候 就让它更加的偏向于一个三角形这种 然后再来 就是矩形 那么举行的话 它往往给人的一个感受就会 更加的偏向一个厚重 稳重一点 有力量感 那如果说按照职业的一个 呃 常见职业的一个划分的话 方形它就会 举行啊 会更加偏向于一个坦克 也会更加的偏向于一个 呃 男性角色一点啊 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那女性也有战士啊 比如说像中午夜 对吧 好 然后再来圆形 呃 像圆形的话 一般来讲会用的比较少一点啊 一般来说都是 有特殊的一个装饰 或者说做起因才会用到 就比如说你看像 你看像这个 这个是明日方舟里面 那个能天使 他的话你看 就是因为有特效 这样的一个加持嘛 对吧 这样的一个枪支 伸展起来 伸展出来 然后呢 后面有一些这种 武器的一些 就是那种场地的一个碎片 那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他整个的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 圆形的一个状态 然后包括是说 像这张图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 小羊的一个座器 然后整个一个人物 加上他的这个小场景 这是一个偏圆形的一个状态 对吧 所以其实 呃圆形这个图形的话 它会稍微 在整体的一个轮廓上来讲 会偏特殊一点 好 然后我们在 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的 几何造型之下 我们再继续去用一些 几何形去进行一些切割 那么再去给它获得 更多的一个 呃 详细画面的一个画分哈 其实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在于 我们光有这样的一个 大造型的话 它其实会导致你的角色 辨识度不够 对吧 就比如说 你想要去画一个法师 啊 那大家都知道 三角形会更加偏向 法师感一点 那大家都去画三角形 对不对 那这个你怎么让你自己的设计 显得更加有特色一点呢 啊 那所以我们要在 确保整体的同时 还要去设计你的 整体人物轮廓的一个记忆点 比如说拿这个 明镇弹柯南来举例哈 你说说看啊 就是 呃 在 这个 造型上面啊 就这样的一个造型上面 你觉得它最引人注目 最有特点的 最能够让你一眼就知道 它是明镇弹柯南里面的人物的 它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啊 你们 想一想呢 啊 其实我这里已经 标的比较的明显了哈 是不是就是这个角 对不对 有没有同学想到过 是不是 你看到有这个 这个头发上的有这个角 尤其是毛利兰这个角色哈 他是不是就 你就 马上就能想到 啊 这是柯南里面的这个人物 其实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人们对 外部的剪影造型 轮廓啊 这些 几何化的一些角色 它会产生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 在我们没有去强化他的这个 几何形的一个记忆毛点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角色的辨识度 就会大幅度的降低 对吧 你说这个 就这样的一个角色 哎 有一个长头发啊 大概能看得出来是长头发 然后呢 头圆圆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小裙子 这样的一个人物造型 所以你一想一抓一大把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一旦去加上了这样的一个 头发上的小角 哎 这样的一个东西之后 是马上那种角色的这种辨识度 就会提高很多 所以啊 我们在画面里面当 呃 有很多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 去把你最明显的一个信息 去给它几何感增强 获得一个记忆毛点 我们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的 去增强我们角色的一个辨识度 啊 那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就是我们增加轮廓细节的第一种方式 破形 破形的话 它指的一个意思就是 去把你完整的地方变得不完整 啊 或者是说 呃 你可以用一些特效啊 服装啊 头发呀 武器啊 配饰啊 等等 去把你的剪影造型构建的更加丰富一点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角色 你看它的一个主体人物的一个剪影 是不是就是红色这一块 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剪影 对不对 那你如果就光就这样子去画一个这样三角形的一个角色的话 它有特点吗 是不是就没有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 可以利用我刚刚讲到的啊 特效 服装 武器 配饰 还缺了一个头发 对不对 我们去给它加一些别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让头发飘动起来 多了很多的一个头发与头发之间的这种镂空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的一个外轮廓的一个造型丰富起来了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比如说像这张 哎 它这个地方是不是多了一个这种角啊 这种配饰 是不是马上你就可能是说下一次再看到这样的一个剪影的时候 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角 你就会觉得哎 这个是不是某某某设计的一个角色 就会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基点在这里 然后包括是说这里 你看这个人物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特效外轮廓 做的比较的充足 然后包括他头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像独角兽一样那种角立起来的 对吧 好 所以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些东西去把你的外轮廓给他变得丰富起来 好 然后大概讲了一个小时了 我们休息大概五分钟吧 嗓子有点干 休息一下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这个时候问哈 别无奈 别无奈 不过是风对他的偏爱 如果说星星是天空那偏爱 越是潮汐的亲爱 软上的避兵费 着一颗金上海 它应该开 念自由的光彩 旁人相爱却又任性离开 也许深淹如沧海 只要情深不悔改 它是一生中最后的崇拜 谁在看这世俗情爱 任谁都想要个淋漓痛快 看清黑夜的尘埃 风把云推开 它就会踏着今生未来 也无奈明月被云覆盖 如果是风对它的偏爱 如果说星星是天空那片海 也是潮汐的心爱 云散开 月光照亮红尘的阴霾 世界在这一刻停下来 放下所有成白 谁在迷恋自由的光彩 放下所有成白 也许深淹如沧海 只要情深不悔改 那是一生中最后的崇拜 谁在看这世俗情爱 谁在谈这世俗情爱 任谁都想要个灵力痛快 看清黑夜的尘埃 风把云推开 它就会踏着轻手回来 我宁愿还有多久等待 不觉一伤清冷的窗台 忽然间它披着月色如梦海 是我一生的只爱 好 好 亲自你 憋 唐 唐 唐 好了五分钟到了 休息时间结束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咱们的实操过程了 今天的这个理论部分 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就比较丰富 大家下来可以多去消化一下 多去搜搜图 多看看成熟的一些作品 然后以我们今天讲的一些知识点 作为一个切入点 去分析一下 那些商业化一些例会作品 就游戏风格的也好 文创风格的也好 或者说之前说到的设券风格的也好 都可以去看一看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先看到咱们这个素材包 咱们的素材包里面的话 是不是有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小裸模 对吧 你把它放进来看一看 它呢就是一个小光头 啥也没有 就是有一个人物的这个衣架子在这里 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拿给大家呢 是让大家去进行一个 就方便大家去进行一个设计的 我把脸这个地方都给它挡住了 你要是想保留这个脸的话 你就把它上面这个图层打开 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这里的话呢 你就如果说想自己画就自己画 不想画的话 你就用这个脸 就OK 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 人物模型的一个基础之上 去进行一个造型 人物造型的设计 那么在去画设计之前哈 大家一定不要 就直接就开始想 当然的就开始去在这上面去画了 首先绝对要先去把你的这个 参考图给它找到 好吧 这真的太多 同学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想着要 哦 我要去把我的 呃 这个想法全部都扔在我的画面上面去 然后呢 我去把我想要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一股脑子往上去扔 就凭凭空的在那去想 然后呢 就越画 然后你的灵感就越越发的枯竭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 就就这样的就是会导致你画的后面 就可能会去卡图 就会卡住 明白吧 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先把你的 想要的一些 呃 大概的一些参考的方向给大家找到 就比如说像我这边找参考的时候哈 就分了这几个方向 呃 这里呢 是找了一个 大概的一个衣服样式 一幅样式的一些参考啊 你看其实通过我找的这些参考 你们也大概能够发现 我就是想要去画一个那种 哥特风的啊 黑暗的一个 哎 例会的一个设计 对不对 然后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特点元素的参考 这一块哈 也能也能叫做灵感元素吧 就你光去画这样的一个服装造型 那这样的一个服装造型 它和呃 就是大家都可以这样画 对吧 这服装造型大家都能这样画 那怎么样和其他的一些服装造型 就做出一些区别来呢 哎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在这个 他的一些小特点上面去找一些东西了 就比如说像我这里的话呢 我是当时想的是想要去画这样的一个 呃 鸟类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鸟类 所以我去找了一个这个叫什么 白孔雀 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我不会完全去照搬他东西啊 我只是可能会参考一些他的 比如说像他的这种发官呀 啊 啊 或者说像我找的这种 呃 别人已经画好的一个人物啊 就比如说他有一些特点嘛 比如说像这个脚 一高一低 然后这边有一个眼球 对吧 这些都是他的一些亮点 你们都可以去参考 然后包括像他的这个翅膀 对吧 如果是说他没有 他这个角色没有这样的一个翅膀在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外轮廓 就会显得单调了很多 对不对 有没有发现 他就显得瞬间就普通了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翅膀给他加上去之后 你看他的这个外轮廓瞬间就变得丰富了起来 对不对 就变得丰富了起来 啊 所以呢 我们其实也可以去参考一下他的这些 呃 小亮点 小灵感 好 然后再来 这一块哈 就是咱们的一个 呃 画风的一个参考 就是大概你想要有的一个游戏项目的一个风格 啊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呃 之前理论的时候花了这么多的一个篇幅 去跟大家讲各个游戏的一个项目风格啊 他的一些侧重点是怎么样的 这个就是让大家要有一个自己的方向性 啊 你就不能做的似不上 那像我这边的话 我就是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 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偏少女一点啊 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一个风格 所以呢 我就把这样的一个参考也去摆在 我的参考图里面啊 这个叫做一个项目 项目风格参考 好 你几乎就是要找这样的一些参考 就是三个板块 你可以呃 只找三张图 但是三张图就一定要把这三个板块 都给他囊括进去哈 好 然后我们就开始画 有了这样的参考之后 我们就直接先剪引起手 呃 这两个人模的话 区别就是这边是女孩 这边是男孩哈 你们就根据自己想要画的 比如说我要画 我想画男孩 我就用这一个人模 我想画女孩 我就用另外一个 其实这个人模 我们到最后也不会真的用它哈 只是说拿它来当做一个 呃 衣架子 最后我们的人物形象是要变的 我们现在只是说 呃 要去把它的一个大概的正面人物的一个设计 给他弄出来 好 那首先的话 我们就先以一个剪影 去齐形 去画 这里你在画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选一个那种偏浅一点的颜色 不要一来就画那种特别深的颜色哈 然后不透明度 你也可以调低一点 就凸身不透明度哈 好 我们既然说了嘛 啊 不同的一个剪影形状 它带给人的一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那像我的话呢 我会更加偏向于就设计这种三角形 就是就是职业是偏向用法师的那种类型 所以我这边我就可以非常笼统的先去给他照一个这种三角形上去 就以这种图形图形的一个结影去齐手 这样一个三角形给他照上 啊 你就你都可以先不用管他的一些细节 你就先把他大概的这个样式给他放上去 然后再来啊 你看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讲过了啊 你大概的一个剪影有了之后要干嘛 想他的记忆锚点 对不对 那你要是光这样的话 你说就显得有点无聊 那想想看哈 我要去就我自己哈 我想的这个设定是偏可爱一点的 偏俏皮一点的 那我这个俏皮的姑娘是不是会 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短的一点的那种短裙会让他显得比较俏皮 所以呢我就会选择是说 把这个三角呢给他勒的稍微短一点 对吧 那腿给他留出来一点 对不对 然后再来 他这个外动会有显得很无聊 那我刚刚想到的这么多的一个 就是这种灵感性的一些元素 我觉得这个翅膀的元素就很好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相当于是说 在这里去给他加一个翅膀 我都可以拿这个垂直的对称轴来画 对吧 我给他加一个这种大翅膀 所以瞬间他的这个外轮廓就会 显得有看点一点 但是这边你可以 就是看你自己啊 翅膀你可以这样子画 你这样子给他画大一点 你也可以是说 就是那种翅膀收拢回来的那样的一个造型 就是先把这个结构给他放在这 就像他有一点偏圆形的一个构图嘛 也是偏圆形构图会怎么样啊 圆形它会更加的偏向那种温和 可爱一点 所以呢就要往你的这个角色上面去靠 好 然后再来 像他的这个下半身 下半身这个鞋子 我先大概的表现一下 就先随便用一个图形去表现 然后 比如说 你腿上可以干嘛 增加一些小的元素嘛 你可以选择去加这样的一个半截丝袜 对吧 你就是觉得4万比较无聊 你就加绑带 我就选择去加一些绑带 大家在去画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时候 你可以想想象啊 就是点线面 这三个元素 我们都可以给他利用上去 然后再来头部 头部 先把他头发的这个剪影先大概的给他做出来 那刚开始去用这个剪影去取草 起草的时候 他就是非常潦草的啊 就根本就看不出来有什么细节 但我们就是要去定这样的一个粗略的框架 不要一来的时候就去想着 我一定要给他画的多么多么细 画的多么多么的怎么怎么样啊 多么的精细 这个只会让你就卡在第一步 没有办法往下去画了 对吧 然后再来 我们是不是说过 给他走一些那种特殊的一个造型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给他加一些什么 小的一些图形感在这里 我让他显得有点没有那么普通 对不对 你看有了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大轮廓之后 我再去给他做一些更加细一画的一个切割 好 这也是用一个就是这种颜色 我直接用了正面叠底 这样的话他可以透出下面的颜色出来 去做切割 好 那切割的时候 比如说像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往里面啊 里面这些地方给他切一些元素 比如说像他的这个发饰这一块 我是不是可以就用一些图形 几何形去切它 像这里给他加了一个这种圆形的图形 圆形图形上 你旁边你可以加一些这种三角形的图形 圆形三角形举形 点线面这几个元素 我们来回的去使 然后这边衣服 是吧 我们可以把它的造型明确一下了 找一下我们这边找到的这些服装的一些风格 就是你不要 不要照搬哈 不要照搬 你一定要去做一点自己的这个思考 做一点自己的思考进去 好 哎 不小心把这个弹出来了 好 然后就比如说像这个衣服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衣服上面 你去参考一下他的这个领子 对吧 然后呢 你在这个衣服上面去给他参考一下他的 呃 袖子啊 就这样子去看一下 就比如说像这里的话 你看他的这个呃 脖子这一块 对吧 他都是有一个横向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加一些 这种 上去 然后就得给他加一个小图形暗示一下 然后像他的这个呃 胸口这一块对吧 我觉得这个镂空的设计 我没有把这边遮的那么严实 其实会显得你的整个画面显得更透气一点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做 啊 就让他的这个衣服产生一个半截式的一个效果 好 然后这边搜 腰身搜 然后下面给他往上起来一点 啊 你看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分了一些图形出来 然后包括像袖子这里 袖子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夸张化 就要么是上紧啊 下收 要么就是上收 哎 下紧啊 就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套路在这里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自己去选择 我选择是说把这里给他做一个抛包袖的一个样式 然后不要不给他做那种全全包式的袖子 给他做这种半截式的袖子 对不对 然后包括像他的 呃 腿部的绷带的这个元素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 手的这个位置给他 也加一点这样的一个元素 做一个呼应 元素和元素之间我们可以相互呼应的 就不一定要 独立存在啊 你如果说太独立存在的话 他会让你的画面 显得比较的细碎 所以我们就可以是说 让他有一些呼应的地方 啊 然后再来 比如说像他的这个腰这一块 其实显得挺空的嘛 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相关性的一个 小元素 比如说像这种腰带啊 啊 当然这种金属腰带好像和角色的那种 呃 少女的气质又不是很搭 那你可以考虑是说 在这里去加一个什么 呃 凸显他气质的 比如说像蝴蝶姐 啊 那这个 呃 比较熟悉 我的老同学都觉得 很多知道哈 我的老老一贯的思路了 这种大型的一个大元素 就能够很好的 去把他的 角色的气质给他表现出来 就到底你的这个角色呃 设计出来是偏 甜酷风的 还是 帅气风的 还是什么什么硬汉风的 就是看你大概的这个元素的一个倾向性了哈 啊 这边他的这个蝴蝶姐 你可以选择是说把他的这个绷带 啊 给他做的这么长一点 那做长一点的话 他就可以对你的整个外轮廓去进行一个 突出性 对吧 你看如果我把这个做长的话 他的外轮廓就变成了这样 对不对 如果说我给他做的短一点的话 他的外轮廓就还是这样 就完全没有起到一个破形的作用 所以我们这里在做的时候 就可以给他做的夸张化一点 然后包括是这个裙子哈 也是一样的 就裙子如果说你就是 哎 你这里裙子像衣服在画的时候 他有个特别简便性的一个设计点 就是去做非对称设计 就比如说衣服 他有些时候不会出现那种 是会出现那种 嗯 这种半截式 开半截式那种开叉嘛 比如说我让他这边是一片衣服 对吧 然后这边是另外一片衣服 就让他有一个划分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的衣服跟 之前的相比较 就比你单纯的去画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会显得更加的丰富 有看点一些 对不对 好你看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人物的 大概的剪影 是不是就有了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去把它的 细节明确一下 把它的草稿明确一下 打个组 然后呢 透明度降低 找一个应变员笔刷 我们基本上上课用到的笔刷 都是系统自带的 我一般不会去 弄一些特殊质感的笔刷来用 好 然后像头发 发型这里你可以 就 自己去想一个 你自己比较喜欢的发型 一般来说像萌妹的话 它就是 刘海 可以是偏分 可以是中分 它会稍微偏多一点 头发这里叫 就是你大概画的时候 也是要去分层啊 前中后层 前发 耳发 后发 都要给它分明白 不能因为这是一个 设计的草图 你就 不去把它该有的结构 不给它画出来 然后包括像这边 你在画头发的时候呢 要考虑 头发的这个厚度问题 不要贴着你的脑子 去画它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 双马尾 这个发型 先定一个大概头发的这种走向 然后再去做它的延展 对吧 你看 有这一缕 然后呢 你如果说这一缕 显得头发比较单调 对吧 确实也会显得比较单调 我们就再去给它 多加一撮 甚至是说 加一些这种小的发丝进来 这些都是可以的 就是让你的 之前也讲了嘛 我们的外轮廓 也可以通过头发 去丰富 对不对 你就是把那个头发的造型 给它做的 浮夸一点 是不是瞬间就能够出来 一个很好的效果 然后 是它的衣服 衣服我们这里 就之前这里不是用了一个 小图形标识了一下吗 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去按照 你之前随便定的那个 剪影草图去走 你要想一些 它大概的这个样式 就比如说 大概的这个衣服 是什么样的一个领子 贴着你的 如果说你要偏可爱一点的话 就画这种圆领 对吧 你要偏的稍微那种凶一点 你就画这种方领 这样的一个方领 你就看自己的一个喜好 以及你的 角色的一个气质 就像本身你是 想要画那种偏 可爱气质的角色的话 那肯定是画圆领 比较的合适 对吧 圆形吧 偏可爱一点 然后 画下面的衣服 衣服的造型明确一下 这边是它的这个外领的边 外领的边 我们一般来说 都会给它画两层 就是 这是它的外圈这一层 然后里面才是它的 衣服的一层 就是要给它做一个边 然后包括说 这里可以给它 加一个小图形上去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你就是 有了一个方形之后 你再给它加一些什么 别的一些三角形的一些东西进去 它就可以很好的 去给你进行一个 图形上的一个搭配 然后这个蝴蝶结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去把这个草图 给它定下来 然后下一节课就要开始 去画这个 主要的一些设计 它的一个 普通的例会 这些去给它定出来 然后包括说颜色啊 这些 都是我们要去想的东西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这个衣服 包括是它那个 不对称设计 还要给它画出来 然后里面你可以加一些层次 对吧 就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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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衣服 增加一下它整个画面的丰富性 就有的时候你画裙子 你会觉得它很单调 那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尝试着去 加一下它的这种层级上去 就瞬间能够让你的衣服显得 就是有看点 我也在显得那么的无趣 虽然是个糙图 但是我依旧想要把它这个 现在画的明白一点 然后这边 它另外一圈 像这种大卷配小卷 它就可以很好的去把你的 画面有一些大小的变化 也是一些可以增加你画面看点的一些东西 好 然后再来 就是我们之前画的这个蝴蝶结 它这个垂下来的 断带 对吧 这像我们就是这里的话 因为是画的是平面图 所以你可能看着会觉得 有点无趣 但其实你想想看 你之后去画那种金二利会的时候 它一旦有风 对吧 我在画面里面给它设定一些风 吹过去 是不是马上 就是它有那种飘动感 对吧 有一个那种东西可以飘起来的那种感觉 瞬间就是那种画面的质感就提升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适当的在画面里面 去加一些这种线的一个元素 好 这里 手部的 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是我们课上的第一个示范嘛 所以其实还比较简单 大家下来就可以去想一个这种稍微简单一点 但是也可以去把你的设计点 你的一些想法表现出来的一些画面 画出来 然后是它的这个丝带 因为是草图啊 就先把你自己的 呃 大致的想法 给它表现清楚 然后其他的就都可以 先暂时放一放 然后再来 哎呀 它的这个头饰 我们这次加了一个圆形 这个圆形你可以考虑 就是加一些材质进去 比如说像 呃 毛绒质感的一些材质 然后是它的这个角 这个角的话 可以找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参考 你可以把这个角也给它设计成像这张这种 不对称的设计 啊 就也是一高一低的 或者是说像这种 呃 白孔吹它这个关 啊 对我们不是画了个翅膀吗 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那种翅膀上的那种羽毛 就也是 你看是不是元素就对应起来了 你看对不对 你看对不对 元素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羽毛就给它进行了一个相互对应的感觉 稍微画了一点胖 给它细一点 是不是啊 你看有这个东西它和你没有画这个东西就是辨识度是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的外轮廓它就会显得丰富的很多 然后像它的这个小翅膀 翅膀在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它的这个羽毛哈 一层一层的去画 我们这里炒图就不用画那么精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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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概的一个正面的人物就出来了 就是你大概的一个想法就出来了 这种的话就是很简单 这就属于我们level1 要去level1 可能level5吧 level5左右这个等级 我们可以去做到设计出来的 其实你们也可以很快速的就能够利用对称去 把它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全身设计给它做出来 对不对 其实我们这里就是在对称设计的一个技术之上呢 给它做了一些不对称的点进去 然后就可以很好的给它做出更多的一个效果 就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点 就不显得那么单调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画设计的时候一些比较能够快速去出效果的一些方式方法 你们在去对称的时候呢 加一些不对称的点进去 就能够很好吃效果了 所以大家下来的话呢 就可以根据我们今天课上讲到的这些方式方法 去进行一个试验哈 说一下作业 那首先的话呢 就是利用我们素材包里面给到的那个素材 去把你的人物设计的草图啊 给它画出来 根据自己的想法 就定出它的一个大体轮廓 就画到我们今天课上 画到这种草图的完成度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我们不是最终的一个效果啊 它只是 就只是说就是把它的一个想法给它放在这里 啊想想放在这里把零件定出来 明白了吧 然后我们之后要根据它去进行一个配色 然后包括是说它的动作 然后它的利会的一个设定啊 就你今天只是去把它的想法放出来啊 然后再来的话呢 是你的外轮廓一定要有张力哈 多用头发衣服啊 去丰富你的外轮廓啊 你看像我们包括像头发上面立的这个角啊 然后呢 大翅膀的一个添加 头发这种弯曲的一些程度 它这种飘动的感觉 都是为了去丰富你的外轮廓的这种东西哈 不是说 呃我想我想这样就这样 而是说为了画面去考虑的 所以这里哈就要去注意一下 另外的话呢 你可以说根据自己设计的一些点 加一些小小的亮点进去 就比如说 呃像我这里加的就是翅膀 那你的话你可以加一些什么 你自己喜欢的 比如像触手啊 别的一些元素都可以去加 好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如果有同学就是 哎自己脑袋空空啊可能没什么想法 那你可以去画同人就比如说你比较喜欢哪个游戏里面的某某角色 啊那你就可以用这个人物的一个设定 然后就给他设计一些新的衣服出来啊 就相当于是画同人了哈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了 呃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最后出来的一个效果图是那种全身力会带一些小背景的哈 就是由简单的开始 然后呢往后面就会越来越难 越来越复杂啊 也不叫难就只能说越来越复杂 然后再次提醒啊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去找呃学朗老师啊 因为我们没有专门的群嘛 就找学朗老师啊 让学朗老师传达你的问题来 然后来找我 然后呢 我再去进行解答啊 嗯虽然比较麻烦 但没有办法 或者说直播的时候你来问 呃再有的话就是那个改化课啊 大家如果画了练习一定要去交到咱们的作业通道里面去 我干脆就提前把那个作业通道打开吧 你们就可以提前去做 OK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下课了哈 拜拜拜拜下课啦